大家好,我是菲莉国画 我们这节课来画一个芙蓉花 首先还是先把我们要用到的颜色给拿出来 这次我们要用到的是这个大红色 还是把颜色挤到这个盘子的边缘 然后准备两根笔 一根是染色笔,一根是水笔 放到这个上 然后这个是两根笔 然后画的时候先用这个染色笔 加一点水 然后把颜色跟蕴染一下 调开,把颜色调开 加一点水,笔尖上涨一点水就可以了 水分一定要把控好 水分一定要把控好 然后我们现在看一下 就是这个是一个竖着的一个构图 然后我们来画的时候 首先还是要找准要画的这个 要画的这个位置 我们先把这个花头的位置给定一下 我大概就会画到这边 偏中间 偏中间偏左边一点 然后先画第一片画斑 加上色之后 用水笔轻轻的晕染一下 这个是翻进来了一片 然后从这边流一点点水线出来 流一点水线出来 然后把外面的这片 同样的也给它画出来 然后这是一片转折了一片花斑 第一片花斑就画出来了 然后接下来画第二片的花斑 然后这就是靠花心部分的 然后让它边缘的颜色重 然后先用颜色 先加上色 用点色笔加上色 同样把这个花瓣的这个波浪的形状给它画出来 流出来一点点水线 这个是画出来的第一片花斑 第二片花斑 然后我们现在画这个翻起来的 这边有一个翻起来的花瓣 反过来了 同样还是边缘让它颜色重一点 加点颜色 加点色之后 给它这个花瓣的轮廓给它画出来 边缘让它稍微的重一点 然后给它愿染开 然后给它愿染开 然后两边的颜色适当重一点 然后现在让它这个边缘 也让它颜色重一点 把颜色加到这个花瓣的边缘 点染进来就行 让它可以自己运染一下 然后接着画外面这一片 旁边的这一片 让它从中间的颜色中往外面分染 加色的时候 小心点不要染到旁边的花瓣上 给它染下来 给它蕴染出来 同样把这个花瓣的轮廓给它画出来 像这种有点波浪形状的 然后接下来画边上的这个花瓣 这边已经干了 然后我们给它颜色可以稍微重一点 加点颜色 然后画一个这样卷着的 卷起来的一片 翻起来的一个小的花瓣 颜色让它稍微重一点 然后让它反转进来 然后这里面就是用它这个浅色给它画一下 然后这是里面的这个花瓣的颜色 同样水线还要给它流出来 不要画的话呢 就分不出来哪一半是哪一半 这个是花心部分 现在画的这个是花心部分 到时候这个里面是要点花心花蕊的 然后我们接着画外面的这片花瓣 然后加上色 慢慢给它往里面润染 这是染出来的一片花瓣 然后接下来这边让它从里面出来一片 让它花瓣的根部颜色中水线流出来 然后加上色之后慢慢往外面润染 然后把它这个花瓣的轮廓 加点水 水分从多到尾自己要把控好 不要就是水分太大了 那你这个颜色就染上就会到处乱流 然后水分就是颜色太浓的话也不行 就是不容易给它染开 所以说染色的时候 就是大家就是也有一定的经验吧 多练习 然后把这个画画的这个水分给把控好 就是画了多了你哪一片花瓣 该留多少水分 该蘸多少颜料 这里面都是有数的 结果现在我们把它这个画瓣的边缘 同样给它轮廓画出来 好像这种波浪性的 然后接着画这个是外面的外圈的这个花瓣 加上色之后 边上同样的也加上颜色 要往里面润染 染进来 然后再加点水 对 笔尖上再加点水 然后把这个颜色 加到这个花瓣的转着部分 加上色给它润染一下 给它润染 然后再加水画旁边的这个花瓣 加上色慢慢润染 加上色慢慢润染 也是加上色 给外面的也是在画一片 翻开的这个花瓣 加上颜色 流出来水线 给它润染下来 同样也是流一点水线 水线流出来 这是一个花麦 给它流出来一个花麦 然后用水笔给它润染到里面 边缘的颜色中 里面的颜色略浅 就是接着画这片大的这个 翻开的花瓣 同样是刚开始这笔颜色要重一点 先把颜色加上 把花瓣的花瓣的轮廓给它画出来 画完之后用水笔给它润染进来 然后往这边画 然后这边也是翻开的花瓣 加上色往里面润染 边缘中里面浅 同样把水线给流出来 然后我们给边上 这里面再画一片重色的花瓣 颜色重一点 加上色之后 给它润染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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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慢慢的给它翻起来的这个花瓣 给它画出来 这是一片翻起来的花瓣 然后看一下上面的 边上这边再加一片小的花瓣 这会儿都是边缘的颜色中 里面的颜色浅 都是翻开的 展开的这个花瓣 加上色之后给它润染进来 然后给边上 右边再画几片 然后这个花基本上的这个形状就出来了 加上色往里面分啊 然后再画几片 再画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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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再画一遍 看一下它这个形状 现在边上这边 可以再画两篇花瓣给它补一下 花瓣的轮廓给它画出来 加上色之后往里面润染一下 这是一个主花头 盛开的一朵芙蓉花 边上再给它画 不用给它这个形状画的特别的对称 那样也不好看 这边再画一片 通常加上色之后给它润染进来 然后这个现在这个形状基本上都出来了 然后给这片花瓣颜色再加的重一点 加上色之后给它润染进来 然后这个让它这个花心里面的颜色再加重一点 加重一点给它润染一下 颜色染开 然后这边同样也是加上色 往下边润染 把它这个花麦给它画出来 现在我们调整一下就是看哪些地方颜色需要重点 我们给它再单独的给它再稍微分染一下 基本上这个就是一遍就成了 然后有些地方想要再加色的话可以再 润染一下 没有染够的话可以再润染 然后这个边缘同样让它颜色重一点 然后这个边缘同样让它颜色重一点 加上色往里面分染 给这个花麦画出来 这一片也是变缘加重 然后把这边这一片 这边这一片同样也给它加重分染一下 就是基本上这个花基本上就已经完成了 基本上就完成这边再添一个小的花板 好 好 我们现在我们现在把这个花的 嗯 把这个加个 加个藤黄色 调一个藤黄我就放到挤到这个盘子的边上 然后用我们的这个 润黄色的这根笔 调一点点藤黄用笔尖沾一点点藤黄 然后给这个花的嗯 需要加重的地方 我们给它加重一下 有些地方得加点黄色进来 加上色我们给它熨染一下 不用每片花板都提黄 各别的 各别的就要给它加一下 嗯 就边上给它加一点给它熨染进来 嗯 这个也是加上色给它往下面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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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把这边的这几片花瓣也给它补上一点藤黄色 就是让它感觉这个花瓣的根部是泛一点点黄色的 黄色跟红色的一片花瓣 加上色之后快速给它熨染开啊 给它熨染开 嗯 然后把下面的这片花瓣同样的也给它加一点铜黄 熨染一下 嗯 加上色给它熨染开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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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也是加上铜黄给它熨染一下 好基本上这样就染完了 然后我们现在可以把这个花麦给勾一下 软锅花麦的时候还是用我们这个红色大红就可以 然后用我们的这个勾线笔调一点大红 当然也不要调的太浓了颜色稍微的淡一点 要勾花麦的时候这个线条要勾的细 颜色可以淡一点 好 嗯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气 哦 咬花麦的时候要注意它这个 这个花瓣的这个方向 就是花瓣的方向跟结构 看它是往哪个方向拐 或者往哪个方向去转 勾的时候一定要把它这个花麦的动态 动态给它画出来 不要就是花瓣 就是花麦全部勾的直直的 那样肯定就不好看了 所以说勾的时候要看着这个结构 比如说勾这片的时候 这片拐上来的花瓣 里面的花麦让它弯一点 往上面挑着 就是这样子去画它 然后这片是卷上来的 转下来 转弯下来 然后这个也是翻开的一片花斑 给它往里面转 勾的时候勾的细一点 线条勾的细一点 勾的要流畅 然后这个给它反转下来 这样子顺着它这个结构 让它这个花麦自然的画出来 对要等它干了 这片没有干 等会再画 我们现在调一下颜色 这个里面的颜色可以适当的加重一点 这个它是转弯进来的 这个它是转弯进来的 颜色可以让它重一点 然后这片是一个上面反下来的滑板 然后这片是一个上面反下来的滑板 给它反转下来 然后画边上的 转弯过来 这边呢 给它这样子转 然后每一片都给它勾出来 勾的时候还是要小心点 不要勾坏了 一般画画麦的时候都是喜欢把一朵花 基本上都完成了 染完了 然后再去画它 然后虽然说只是勾线 但是勾线也是很重要 如果你的线勾的距离拐弯的 或者说就是勾的参差不齐的 有粗有细 那样你这个花 花朵看上去也不好看了 所以说画麦也是很重要的 勾线的时候要秉着气去画 心底要稳 然后觉得勾不好的时候 比速可以慢一点 好这样子 干吗 有什么情况 什么情况 是吗 我会让你喝了 还有什么情况 呢 你喝到什么情况 不是吗 我会让你喝到什么情况 不估认 你喝到什么情况 你喝到什么力 然后我们把种朵花都给他勾完了 然后把上面这一片也给他勾一下 对勾线的时候可以调整自己这个比较舒服的一个方向 你觉得这样勾的话不太舒服你可以给他转一下也可以 调整一个适合的这个姿势去勾他 这个是转弯到里面的 然后把下面的这几片花瓣同样也给他画出来 然后把这一片花瓣同样也给他拿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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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着勾说 就去不去 就去不去 这就去不去 我把全部花瓣同样点 你今天的花瓣同样也给他拿出来 然后删出这个花瓣同样也给你 好检查一下现在整朵花都勾画完了 然后我们现在可以调一个 对我们可以先把这个花围给它画一下 花围就用我们的这个调一个胭脂色 挤一点点胭脂色 挤到盘子的边缘 然后用这个小号的点花围的边 然后调一下这个胭脂色 皮肩上沾一点点水就行了 不要水分太大 这个颜色可以稍微的浓一点 水分一大你就不好掌控了 然后我们现在画到这个中心的位置吧 在这里画出来一个小小的 花柱也算是花围 三角形的这样的一个形状 边上留着线 留着线条 不要给它染实了 好了 这样就画出来了 画出来之后我们调一个 用一个这个猪标色 就用斩一点就行了 笔尖上沾一点 然后点到这个上面 点上一个小点点 把它有一个亮色在上 就这样就可以 然后我们现在来画花围 画花围的时候就是点花围 用我们的这个藤黄 藤黄跟太白 还是用我们的这个点花围 先把颜色积好 挤到这个盘子变成这个是藤黄 然后再加一点点太白 感觉红色画出来颜色还是很柔和的 然后我们就是搭配的这个花围 然后我们就是搭配的这个花围的颜色 就是太白跟藤黄 然后两个颜色调的浓一点 就是笔尖上一笔里面占的有既有藤黄又有太白 就是颜色浓一点 然后点燃点染进来 点成这种小点点 稍微有个地方让它亮一点 亮一点就是多加点太白 这个放到这里大家可以看见 亮一点的时候就是多加点太白点出来 然后慢慢的往外面润 往外面染 就是感觉像是花粉一样 就是散落的这个花瓣上都是 主要是靠近花心的部分要多一点 然后分散开的话就让它稍微少一点 就是偶尔地方有 有的地方有的地方没有 不用给它画的很有规律 就是很自然的去画它就可以 不用画的非常有规律 那样去点成那样 小点 就这样就可以 越自然越好 越自然越好 然后这边同样的也可以点几颗 然后这个颜色有点偏黄 我们可以加点白色的点 简单 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就可以 零星的点几颗 然后稍微再点几颗黄色的 这边也是点两颗黄色的点 颜色可以搭配上 点点白的 这样基本上就可以了 这张作品 这个花头的部分基本上就完成了 然后我们现在可以把叶子叶子给画一下 然后我们现在给边上再画一个小的花头 就是画一个小的花朵 还是用我们这个大红 还是用大红 然后直接用我们的这个染色笔 染色笔 然后加一点大红 调染一下 水分有点大 然后调一点点大红色 然后画到我们这边的这个边上 让这朵花稍微的低一点 然后这是第一片花瓣 先加上色 然后用水笔给它润染出来 然后留一点点水线 留一点水线出来 然后染的时候给它染均匀 这是一片花瓣 第一片花瓣 然后我们画边上的 接着染旁边的这个 染旁边的第二片花瓣 加上色之后把花瓣给它染出来 然后把这个花瓣的形状给它染出来 这片花瓣我们就给它画的小一点 这朵花给它画的小一点 然后同样的这是边上的这片 在这片花瓣的后边加上色之后 给它润染出来 然后把这片花瓣的形状给它染出来 然后我们继续调色 加一点大红 染色笔上加一点大红 然后染旁边的这片花瓣 加上色之后往外面润染 然后画边上的 加上色之后往外边染 留一点点水线出来 这朵花是一个侧着的一朵花 我们就看不到它的花心 然后这朵花就是还没有完全的盛开 我们就是先把它这个前面的这层花瓣给画一下 然后接下来画里面的这层花瓣 稍微颜色重一点 然后里面这层颜色就是略微的重一点 加上之后给它润染开 然后边上就是用水笔上的这一点点红色给它 带染一下 就是像一个反过来的一个花瓣 然后接着染里面的这片花瓣 同样颜色可以稍微的重一点 然后加上色之后 用水笔给它染出来 染成一个半圆的形状就可以 然后这边同样的也是加上色 然后给它润染出来 然后把边上的这个颜色给它补上 然后把边上的这个颜色给它补上 好了 然后这个花头基本上就画出来了 然后我们现在调一个橄榄绿 然后调一个橄榄绿 还是用我们常用的这个花青藤黄跟褶食就可以 然后先挤上这个藤黄 然后挤上藤黄 然后折食 然后花青 然后有灰墨的话可以把灰墨也拿出来 然后我就是用那个绘墨的里面的那个墨绿色 绘墨的墨绿色或者是那个黄绿色黄色绘墨都可以 然后大家可以用那个绘墨色也可以 没有绘墨就用墨色来调这个橄榄绿的颜色 然后还是用我们画叶子的笔 画叶子和枝干的笔 然后先调色 先用藤黄跟花青调色调完色之后 颜色调开 然后加一点折食 然后加一点折食 加一点折食 给他调一下 加点墨绿色 我家的就加墨色 没有的话就加墨色就可以 颜色调的淡一点 加点水进来 加点藤黄 加点折食 颜色调的淡淡的 基本上这样就可以 然后我们现在来画这个叶子 用两根笔 还是一根染色笔一根水笔 然后现在先画一个枝干 先画一个枝干吧 然后顿下笔画出来 然后我们现在从这里衔接着 把这片叶子给他画出来 加上色之后 然后给他展出来 然后加点折食 然后加点折食 把这个给他看 加一点折食 然后就染下来 然后就染下来 点染下来 这时可以跟这个 橄榄率调和一下 然后给他晕染一下 然后再染第二片画吧 第二片叶子 中间留着水线 刚才那个就是中间留着有水线 水线留好之后 然后我们调一点点折食 调一点折食 调一点折食 点染一下 把他这个虫咬的这种效果 让他两个颜色自然的 润染到一起 然后接着画下面这一片 然后加上色之后 先给颜色画出来 然后我们给底下的这个 折食 折食可以跟这个橄榄绿融合 不然你只挑折食的话 颜色会太红了 然后跟我们这个盘子里面的橄榄绿 调一下色 然后这个时候再去画它 然后给它润染出来 然后给它润染出来 这样就可以 给它画一下 然后边上同样的是用这个绿色 然后加脸折食出来 先用橄榄绿画出来之后 然后用折食接染 然后再把它反映到一起 给它接染到一次 让我们现在画边上的这片叶子 再画一片 边上这片叶子 可以稍微的颜色淡一点 画到这个叶子的旁边 可以先从中间的部分去画 加上色之后 给它蕴染过来 这个就直接给它 画到这片叶子的下面 就感觉它被遮挡住了一部分 就感觉它被遮挡住了一部分 画的时候小心点水线要留一下 加脸折食出来 加脸折食出来 然后让两个颜色自然的接染到一起 然后水线要留好 然后这个时候再画边上的 水线粘到一次 然后大家可以 拿纸稍微斩一下 好因为水份有点大 哦 然后接着去画它 等会儿再去管它 等它干一干 给它染下来 加上色之后给它熨染下来 然后现在给旁边的这片 同样的给它也画出来 还是用我们盘子里面的 这个橄榄绿 颜色也不是很重 就是淡淡的 然后加上色 水线留好 加上色之后 画到一半的部分 然后调一点点褶石 调一点褶石 跟我们这个颜色 接染到一起 然后这个虫咬的部分 给它画出来 跟它接染到一起 然后边上再画最后一片叶子 最后一片 然后加点褶石进来 点染一下 然后就两片叶子 就都画出来了 然后我们接下来画这个 加点墨 加点墨进来 加点墨 然后我们调一个这个橄榄绿 稍微颜色可以适当的重一点 颜色重一点 还是调到我们这个里面的颜色 然后我们把它这个花托的颜色 给它画出来 加点折湿 然后这边同样的 把它这个花托画出来 然后给旁边的这一片 也给它画一下 然后把它这个花托都给它画出来 然后接下来我们把它这个 枝干给它粘出来 上面的枝干略微粗一点 然后到下面的时候细一点 给它画下来 然后这是一个 这是一片 这个是一朵花的这个质干连接过来了 然后我们接下来给它这个 下面的质干 从上面衔接下来 适当的粗一点 顿着笔画出来 顿错着画 然后这边画一个分叉的小枝干 然后边上画一个小的枝干 画过来 然后上面这块我们可以再画一点 这边出一片叶子出来 先画一个小的枝干出来 画到这朵花的后面 我们画一个这个小的花苞 然后给它这个花苞 然后给它这个花苞 多出来水线 它这个形状大概的给它染出来 这边就是染不全了 就是能画多少画多少 能画多少画多少 然后从这边画一片枝叶出来 然后这片叶子的颜色就淡一点了 你看我这个水上 就是颜色这个笔又加水了 染色笔又加水 然后染这个后面的这片叶子很淡 先画出来一个分叉的 分开的这个 然后再画另一片 把这个叶麦给它流出来 水线流好 然后这边同样的把这片给它画出来 稍微的感觉 然后这个后面的这片叶子也就画出来了 然后我们现在给底下的质感 就是看一下这边 我们再加两片叶子 加到这边的这个方向 画到这个方向 它就延伸出去了 颜色可以淡一点 颜色淡一点 就让它延伸出去一片叶子 同样的把它这个叶脉水线流出来 这是第一片 然后这是第二片 水线流好 然后这边同样的 把这个水线最后也流出来 然后画到这边 就感觉这片叶子被遮挡住了 然后它只露出来了一部分 然后我们现在调一点点褶实 然后颜色要调的淡一点 还是我们刚才的这个颜色 这是跟我们的这个感染绿颜色淡淡的 然后我们给这个下面再画一片 就是远处的这个叶子 颜色一定要淡了 颜色很淡 这片叶子就同样是在这个叶子的下面 然后它就只露出来了这一部分 加上色之后 然后中间留一点水线出来 然后画边上的 颜色淡淡的 就是用了褶食 加一点点我们刚才调出来的这个橄榄绿 就是感觉像是一片后面的靠后的 远处的一片叶子 不用给它画的颜色特别的重 就是让它淡淡的在后面 若隐若现的就可以 然后把上面的这个同样的也给它画出来 中间留一点水线 然后这片叶子也就画出来了 然后我们现在给它这个枝干 这边的这个枝干也给它连过来 这个枝干也给它连过来 然后这个这个枝干就这个制服作品 基本上就完成了 然后我们现在给这片花 这朵花的花麦给勾一下 勾花麦还是用我们的这个大红色 调的淡一点 让它们给它噢 在这边吃再增浴 最后我觉得这辈子的一个花 一点的那边 这个花子也没关系 现在还有对它 那么那边 大红色 那边 这边 那边 勾线的时候要勾个流畅一点 好了 然后这个正面的这个花脉 基本上已经都画完了 这后面的这个花脉就勾的浅一点 淡淡的勾一下就可以了 因为它离的会远一层 就不用给它刻画的很清楚了 这张作品基本上就完成了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 现在这个整体的效果 整体就是这样的 就是一幅简单的这个芙蓉花 就画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谢谢大家